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为我们实现八项成道 八项成道里头 有没有生命 有 那佛所见的确实有生有命 跟我们的身体一样 有生老病死 那也是现在 跟我们同样的平律 一秒钟 年轻也不知道这个频率 但是 他自在 踏实 像任人上所说的 随众身心 因素知了 众身心是愿 跟他相应 他就献身为我们说法 事先八项成道 他是在表演 不是真的 把修行正苦 怎么成就的 表演给大家看看 放下烦恼症 放下 所知症 持戒 修定 开会 然后再实现 然后再实现 说法 说法 三百余会 说这么多今天 是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 谁叫他 没人叫我 没人叫我 虽然他有十二年参学 印度所有的宗教 他都修苦 所有的学派 这学的学派 他也都修苦 他都没用上 放下了 三十岁 三十岁 放下 放下 所知症 在毕波罗树下 如定 出定的时候 看到明星 大扯道 表演给我们看 物识嘛 什么都明白了 就是明星 坚信 坚信 成福 自性里面 无量的智慧 当然 统统现成 那佛用这些东西来 教化众生 帮助众生觉悟 帮助众生回头 那叶三教训 那叶三教训 帮助人 破迷开物 利库得落 全是用自性里面的真实智慧 管用啊 而且没有副作用 那科学技术 有所发明 有所发明 给我们带来很多片利益 但是 付作用 特大了 现代人感受到了 发展 要付出 什么样的代价 这两个 一比较呢 我们就很明显地 纠察到 得不偿失 我们得到的不多 我们付出的太大 所以现在的人 一生 从出生到老死 你享受几天 细心观察 一天都没享受到 都在苦难当中度过 人生在世 没有方向 没有目标 古时候比我们好 为什么 有神仙教会 现在没有了 现在人不相信了 古时候修佛 陈旧的人懂 现在修佛的人 陈旧的人少 什么原因 信一信 不一样 古人信 惊人又怀疑 虽然信 他还是有怀疑 那半信半疑 这样的人就多数 有疑就不能成就 这一生 修一点善根 但来生后世 什么时候有成就 什么时候不怀疑 遇到了就有成就 遇到了怀疑 不会有成就 那不能往生了 这个道理 我们不能不知道 阿尼陀佛 佛 阿 祢 佛 阿 祢 佛